大家好,我是CP,歡迎來到這一集的大使開講 今天這一集要跟大家介紹就是 我們的APEX在SAP方案上的一個選擇跟Solution 首先呢,第一個,我們要大家知道 SAP在去年開始提倡一個叫Rise with SAP的一個服務 當時的說法是說,它希望所有的SAP的用戶都可以上雲 那什麼樣的雲呢?就是所謂的Google、Amazon跟Ager 但是呢,問題來了就是很多客戶其實不是很想上公有雲 原因是因為SAP、ERP是企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財務的資料 大部分的客戶事實上是有一些疑慮的 也因為應應這樣的一個趨勢跟需求 所以SAP又做了一個所謂的落地版的 Rise with SAP的方案 那就是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圖的右邊 Rise with Apex 的一個部分 那這個部分呢,其實它是由SAP來前面做銷售 那SAP來提供託管 DAIR這邊的角色就是一個基礎架構的一個供應商 但是也提供了基礎架構的微運的一個服務 那這個東西呢,適用在SAP的一些大型的一些客戶 那它同時它要保留SAP的原本的一些投資 然後呢,又繼續可以使用它的一些所謂的業務技術的平台的一些客戶 所以呢,相對來講它的門檻會比較高 那這個部分是否一部分的一些大型的企業 會有這樣的一個部署的一個需求 那同樣來講,在INFA這邊 我們還是用Apex來提供 那相對於這個部分 有一些客戶 他不見得用那麼多SAP的一個使用 他可能只用了ERP的其中幾個module 但是其他一些,不管是自己開發的啊 或者是其他SAP的一些應用的時候 他還是想要說,我能不能夠用訂閱式的一個服務 不光是軟體的部分 還有我的INFA的部分 也用訂閱式的服務按月的來付費 也就是說我從原本的是CAPEX買斷的方式變成OPEX 那這個部分你就可以套用我們的Apex裡頭的FOD 也就是Flex on Demand的一個服務 因為這個部分是按使用量來計費的 也就是說你每個月只要付之前訂好的一個承諾的容量 其中有超用的部分 我們就用承諾容量同樣的費率算給你 就是按月計費的方式 然後每個月你會收到帳單 上面也會有註明 上個月系統的使用量是多少 這樣的好處就是說 你以前是要買斷 買斷的量可能是你三年後 甚至五年後才會用到的量 那你現在可能只要用到其中的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或者是一半而已 那這個時候你只要付你用量的錢 然後逐步的去增加就好了 而且這個所謂的承諾容量 還是可以逐年去調整的 看你的實際業務的需求跟增長 去提高這個承諾容量 這樣的話你就可以在成本支出上 有比較彈性的一些運用 然後最重要的就是 不管是Rise with SAP 的部分 還有APEX FOD 的部分 因為這些系統設備的一些資產 都不在客戶身上 所以對它的碳排放或碳除機的使用上 完全就是零 因為這個東西就是在封印商的身上 所以對企業客戶來說 它在這邊的指出率是非常非常少的 這個是 SAP 在APEX 上的一些應用的一個場景 跟大家做一個簡單的說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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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